根據C2A的灰狗艦載機的運輸機 看到雷根號是往了南海去了 但中國大陸有萬噸驅逐艦 在這邊早就準備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也被說 你會不會是為了布林肯訪華的時候 其實有相關的準備 因為來看到的是 拜登之前去G7的時候 其實也有尼米茲到了東海要坐鎮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來看到是布林肯18號 即將訪問中國大陸 維穎你怎麼看 布林肯訪問中國大陸的這個事情 在中美之間來來回回 拉拔了好久了 那終於跟秦剛通完電話 那一通電話就表示 我們把要談的議題擺上桌面 因為這種會議一定會有議程 議程談的議題 我們要談什麼東西 已經敲定了 而且發布新聞稿 有趣 他們兩個什麼時候通電話 在北京時間是中午12點 在美國紐約跟華盛頓的時間 是晚上12點 那就是你是要配合中國大陸的 這是關鍵 而且這個中國發布新聞稿 是在12點25分 然後布林肯在推特上發出去說 他跟秦剛通電話是12點31分 然後隔了差不多快幾個小時 季辛吉跑到布林肯 在推特上面去留言 希望中美兩國改善關係 老人家音音叮鈴 百歲的人瑞人還這麼厲害 不太厲害 他很太厲害 他晚上一定沒睡覺 那最後已經敲定成形了 而且在中國的新聞稿 我講的就是秦剛講說 來喔 台灣問題等重大問題 哎呀 原來台灣問題是這次會談裡面 最重要的問題 那現在好了 布林肯要來 重點是在6月18號 晚上他們談什麼 談晚上能吃飯嘛 那這談什麼 就是很關鍵的事情 還是一面談一面吃飯 還是要談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那一下回去就開始談了嘛 那如果談的有點說 氣氛還可以的話 19號 習近平主席就會接見他 對 這是有程序的啦 對 那萬一談啥啦 難講啦 送客 那談什麼內容 真的 我們現在很難講 他們會談是什麼 從台灣談到烏克蘭 從烏克蘭談到沙烏地阿拉伯 從沙烏地阿拉伯談到 這個敘利亞 那好多喔 都是問題啊 都是問題啊 這是外交上折衝 還有呢 台海咧 還有南海咧 還有日本咧 還有北韓咧 天啊 對不對 有太多要談的 所以這兩方面 一做下來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說 美國你要不要承認中國崛起 美國你要不要承認中國對於臨近地區 也應該有決策權 對 東海 你不是金居然能夠演習嗎 我還不客氣講 東海演習根本就是肉包子 完全是肉包子 什麼肉包子 東風在那邊呢 東海的海域啊 平均深度啊 1000公尺而已 很淺耶 1000公尺 而且最深的是在比較靠近 琉球群島 這邊比較深 臺灣這邊很淺 臺灣這邊就50公尺 東部 東部比較深 可是他這樣講的東海 不是在臺灣的東部 他就在琉球群島以西 然後長江口以東 這一塊海域 他現在不是在東海演習嗎 你到我家門口來演習啊 我根本不用費力氣 閉著眼睛 從家裡面丟個磚頭 就可以砸到人了 真的是這樣子啊 你是耀武揚威嘛 所以好不好 雷根號來也好 那雷根號的艦隊 會配合很多的 他們的驅逐艦嘛 那我就弄一個大驅 在那邊等著你嘛 所以美國人 就希望跟中國說 我可不可以跟以前一樣 繼續在你的門口當霸王 中國說對不起 稍微節制一下 我仍然尊重你是一個 歷史上有成就的 黑道大哥 可是咱們現在也不是小弟啊 你不能用實力地位 跟我講話啊 你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先報到一下 對啊 先讓這個我們墊墊精良 要不然我動不動就派個飛機 在前面去 你囂張一下 你不能每次都自由航行 對啊 你那哪是自由航行 那就是自由偵查 比如說我每天經過你家門口對不對 我把路上散步過去 那我幹嘛 經過你家門口 特別拿個望遠鏡 往你家看你看 那你不從你家丟個石頭過來才怪 對 所以這個 美國人的辯解是狡辯是詭辯 那根本不是自由航行 那個叫什麼 自由偵查 誰說我家可以讓你自由偵查 對啊 以前中國沒有那個實力 真的拿你沒辦法 是 現在中國有那個實力的 那要不要試一試看 7500噸的蘇州艦 再撞你一下9500噸的 這綜藝號看看 是 蘇州艦撞了以後拖回去修理 很近就可以拉到 你綜藝舰就拉到哪裡修理 你先弄清楚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擔心的是這個要管控衝突 不理你講得很清楚啊 什麼管控衝突 約束雙方的行為到什麼程度 劃分什麼 勢力範圍到哪個程度 那他就去幹這個事 那中國不會讓 我認為中國這樣不會讓 不會讓的啦 因為已經有相關底氣了 尤其是他秦剛早就說了 台灣問題就是重中之重的問題 那這一次也被講說 18號的時候 AP說會見到王毅跟秦剛 但委員也說了 你談得怎麼樣呢 才有可能19號 見到習近平主席嗎 一個大問號 然後他這一次行程也被說 為了接下來的習敗會來鋪路嗎 米勒國務院發言人就說 未來幾天會公佈 布林肯會跟誰見面 何時見面等等的 那大家關心習敗的問題 那也說葉倫跟雷蒙特會不會訪華呢 也是下一步要關注的 那葉倫最近的談話引發討論 他說呢 就是有民主黨議員吉姆說 如果讓中國人民陷入貧困 符合美國利益嗎 葉倫說中國大陸使得數位人脫貧 真的應該鼓掌 美中從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當中獲益的 所以去風險肯定 但是脫鉤是絕對不可以的 然後另外一個共和黨議員布萊恩就說 如果中國大陸入侵台灣美國有做好金融制裁的準備嗎 如果中國大陸一夜之間拋售 所有美債該怎麼辦呢等等的 我想委員你怎麼看中國大陸 這個葉倫好像也蠻緊張的 這個美國的議員我覺得水平都很差 真的很差 比如說讓中國人民陷入貧困 符合美國利益 很多美國的右派就是讓中國窮 打壓中國崛起 他覺得他在美國才會戰成霸主 像中國如果在1970年代那麼窮的話 這個人均GDP大概兩三百塊美金 美國就覺得要揚威 對不對 但是現在情形已經不一樣了 中國的GDP很快就追過美國的GDP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員講這個話 已經不重要 為什麼中國人民陷入貧窮或者富裕 已經跟你美國無關了 對 而且不會 對 而且不會 而且不會 你去看看上海車展誰在買 對不對 你扭一半個車展看誰在買 就很清楚了 沒錯 至於這個葉倫他畢竟是個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有一個 他老公是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 沒錯 有一定的國際地位 他不好意思跟布林肯這些 靠拜登吃飯的人一樣的 他是拜登拜託他來幹這個位置的 地位不太一樣 他不能夠講謊話 那所以他就講了說 我們美國也從投資中國賺了不少錢 那是真的 那去風險的話 他在幫那個雷夢多講話 去風險的話是肯定的 但脫鉤不可以 先講清楚 你不要以為我們把中國東西都不買 那我們不去中國投資 那也不讓中國來投資這種脫鉤 不行 有問題 有問題 對中國不好 那至於說 哎呀 如果入侵台灣的話 要不要對中國大陸實施金融制裁 講的話這樣子 問題是你在你實施金融制裁之前 你美元就已經跌到谷底 中國大陸三兆兩千億的外衛存敵 其中兩千多億七成是美元 一夜之間 砰砰砰砰砰砰 那你就慘了 而且要注意到 金融市場是很投機的 當有人聽到說 中國人民一樣在拋美債拋美元 我也要拋 我當然先拋 對不對 我更慘 那是個效應 對 骨牌效應 搞不好日本燒低阿拉伯說 哎中國也沒有意思了沒有先講啊 我要先拋 我是第一大債助 所以那個金融是很龐大的 絕對不是只有中國那一部分 跟你一樣啊 你聽到說 隔壁大戶要賣哪一支股票 你稍講一下 我先慢了再說對不對 對 所以對於這個 艾倫講對了啦 他說 去風險肯定了 脫鉤是絕對不可以 可是啊 他是在講 安撫一下的內部 他意思是講說 我還要到中國去募款 什麼募款 我要去賣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你們沒事幹 剛剛通過一兆五千億的赤資預算 我還去賣政府公債 我至少要賣四成到五成 賣到國外去 我希望中國給我買個兩成 你們在幹什麼啊 對不對 天天抗中抗中半天 你看1兆 1.5兆這些錢 誰要幫你買呢 因為你才通過 至少20%要賣給中國 他們早就算好了 早就算好了 因為剛才有說 四成要賣到海外 六成美國自己買 四成美國之外 還有誰 國外還有誰在買 日本 中國 歐洲現在窮得要命 窮得要命怎麼買 還要命怎麼買 不是 什麼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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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